佛子天地游记 第二册 下篇 地狱见闻与地府听神 三十 阎望殿前 黑鱼 鲜鱼 潘卢三灵体现身说法 问 2019年3月27日 魂体被金光带到观地殿前 弟子向观世音菩萨 释迦牟尼佛 地藏王菩萨 及诸天圣众请礼跪拜 释迦牟尼佛 佛法 以心为根本 不守戒律 出家淫乱 乃佛家大计 娑婆世界修行者 根气分上 中 下等 我乃根据众生根气言说法意 后世诸多经典 也只是横河三千大千世界 部分法意 地藏王菩萨 童子灵体 多次往返地狱 我本不忍童子 受地狱恶气之苦 可你师父如君红台长 恳求怜悯末法末节苦难众生 你既是他门下弟子 就稍加忍耐 诸佛菩萨 会护佑你地狱之游 莫害怕 说完 魂体被送往冥界听审 判官 这是柬埔寨 放生黑鱼灵体 黑鱼灵体 我未堕落 成为黑鱼之时 原本是越南 一个村落的难民故儿 村子闹饥荒 蝗虫灾 我乞讨到越南北部清化地区 庙里修行的老师父 看我可怜 知道我身世后 把我领进庙里 让我剃度 出家成为小和尚 我就这样 跟着老师父诵经 学习佛法 到我长大成人 22岁 一天夜里 诵经完毕 静坐入禅 灵魂出窍飞向 金光耀眼的地方 第二天 我天眼天耳神通巨足 黑鱼灵体 老师父 得知我获得神通后告诫我 不可沉迷于神通意向 佛教以修习心法为上 神通为次 我不以为然 老师父过世后 我继承庙语道场 成为助持 由于 我能探知许多事物 来找我算命 改运做法式的信众非常多 我执着于 自己的神通意能 不像以往专心 休息禅定般若 戒律松懈的下场 就是心中斜向四起 我开始眷恋女色 于夜里 常念想飞飞 一日 遇到一神智失常的 貌美女性众来求救 我在做超度法式时 对她美色起了念想 把她带到 庙里禅房行淫欲 女性众神智失常 也不懂得向家中亲人 讲述我的受刑 黑鱼灵体 那次之后 我只要看见貌美 和神智不清醒的女子 来庙里寻求帮助 就假借超度之事 把她们带到我的禅房 中行苟且畜生事 临死之前 曾梦见一位 游角僧梦中 典话我如此行淫欲恶事 以不惧佛弟子卑矣 命中一定堕落 铁为青刚山受苦 一日 下山化园庙里物品时 失足跌落山崖 死后投生 无间地狱 每日吞荣江 成借我犯佛法戒律 庙宇道场淫乱 我在地狱里 不知日夜 体内烈焰 火烧之苦行 没有一刻间断 地狱行满出狱 转头黑鱼 被人捕捉去灵杀害吞噬 以不知多少势头生鱼族 判官 这是鲜鱼灵体 鲜鱼灵体 我原本住在京XX X县 乡下地区的多处河段 常有人做宗教 放生仪式祈求平安 我和村人 常常在他们离开后 拿了吊具 去捕捉放生的鱼类 曾有善心人 告诫我们不要 捕捉这些放生鱼类 会遭恶暴 我们只是表面敷衍 心里笑他们 傻里傻气的 后来 捕捉放生鱼类的村民 陆陆续续 因为各种事故往生 我也难逃恶暴 被车撞死 死后我和村民 直接投生成 被我们捕捉的放生鱼类 不知道啊 我们怎么会知道 这些鱼不能抓啊 潘鲁灵体 我生前没有固定工作 扣打散工和妻子 在街边贩卖早餐维持生活 家中妻子是乡里出名的恶婆娘 我为人胆小懦弱 常被人取笑欺负 一天 家中妻子发恶气 我心中冤屈难忍 驾车离开家里 路途上 见到落单女子 恶从兴起 把女子拉进游棕园行淫浴 那次过后 我常常在黄昏 天黑之时 驾车在路上 寻找猎物 做了许多畜生不如的事情 一日黄昏 在路上 见到两个黑影 迎面扑来 突然间刹车失灵 和货车相撞 脑袋被货车压得破烂 当场死亡 死后在大热铁地狱 抱住地狱 受罚 天天被鬼拆脱去爆热铁 浑身上下烧得皮开肉裂 疼得我 撕心裂肺的喊叫 地狱出来后 就投生攀鲁鱼类 已经不知道 投生攀鲁鱼类几事了 我生前常去河流 捕捉烹饪这种鱼类 怎么知道 世人变得了 判官拿了一个印章 盖在卷轴 童子 可以离开了 魂体返回阳间 梦醒 下午四十 三十八分 弟子 2019年3月27日 答 很可怜 每个人自己 作孽自己当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修心人 出家人 更要守戒 不是开玩笑的 像这种抱住地狱 早就有了 我记得 三十年前左右 我看到一件 真实的事情 我小时候 有个音乐老师 他的老公 是出了名的老师人 不管老婆 怎么骂他 他都只是笑笑 非常老实的一个男人 后来死掉了之后 我回国探亲的时候 去这个音乐老师家 老师知道 我能看到 让我帮他看看 他老公在哪里 我一看 他先生抱着同柱 在那里烫烧 我知道 我知道他先生 是一个好得不得了的男人 我们从小笑他怕老婆 但我又不能说谎 就跟他说 老师 你的先生 怎么会受这种刑罚 这种刑罚一般 都是犯了谐 他当场哭了 他告诉我 老公和他妹妹犯谐 生了一个孩子 暴影如影随形 逃都逃不掉的 你们听到这种 难道还不害怕吗 卢台长开示 解答来信疑惑 301 2019年4月5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